法務部那個蔡部長 委員好 部長 這個 那個303大停電 那我們看到前幾天 你看一下 這個橋頭地檢署搜索 這個星達電廠的 潛心科長 田信工程師 還有理性值班主任 三人的住宿 住宿及辦公處所 通知他們答案說明 這個 這三位台電的基層員工 然後 訊後用准放火罪 妨害公共事務罪 然後用15萬元交保 檢調還表示 要持續追查去年513517的停電原因和責任 我們邢太昭 還說用物額戰爭為例 說停電會造成浮動 要留意是否有反社會性分子 藉此老爛民心 你看這是媒體相關報導 然後近來有動物造成停電事故 我們這個邢先生也說 不能排除是不是 這些動物是被人從外頭丟進去 刻意造成停電的 你有看到這個相關報導嗎 有 我看到報導了 我們來看 這個303這個大停電全國關注的這個事項 我們在立法院也請各個部位 相關部位來報告 然後 檢方前兩天這個偵辦行為 用的是刑法176條 176條我們查一下 故意或過失用火藥蒸氣電氣煤氣或其他爆裂物炸毀前天三條職務者 准用 各個該條放火食物的規定 我想請問你 這個整個過程事實上經濟部已經報告過了嘛 這個停電的原因其實整個史末都報告過了 也寫了一個報告到立法院來 從那個報告裡頭 請問那個台電員工是用了什麼的爆裂物來讓新達電航跳電 你現在看到的市政 因為個案我沒有參與 我也沒有看到市政 你有看到媒體相關報導吧 我只是看到媒體報導 媒體報導是根據什麼來做這樣報導 我媒體報導 那你有沒有看我們經濟部的相關的這個 經濟部的報告 因為他都立法院來報告 因為我沒有參加啦 沒有參加 所以這麼重大的這個停電大事故 大致了解 蔡總統還說可能是國安事故 你竟然沒有了解 沒有 這是行政報告啦 那檢察官做的是刑事責任的調查 是是是 偵查 那當然事實 所以他擁有什麼樣的證據來做 那事實當然是先從行政報告看經濟部怎麼寫啊 你不知道我先給你看一下經濟部的報告 這是在立法院做的報告 就是公開的 大家也都看得到的 那你看一下 經濟部有說啦 他說整個停電的這個事故檢討報告 303他有一個檢討報告 他說 因為 你注意看喔 維護及值班沒有先確認 斷電器是否有結音氣體 造成設備發生短路 並非爆裂物造成停電 這是一段喔 沒有爆裂物造成停電 這是其中一段 這是經濟部的報告喔 那我們檢察官卻用 這個爆裂物 用爆裂物 來炸毀前條之物 用刑法176條來對這幾個基層的員工做相關的這個 准犯火罪嘛 做交保 有這個相關的這個 那你這個經濟部的報告是假的嗎 經濟部的報告是行政的調查報告 那它是一個事實的基礎嘛 我們尊重 你們尊重 但是檢察官他也會參考 參考 至於他有沒有其他的證據證明說他跟刑責有關 這現在還在證據當中嗎 所以經濟部的報告不一定是完全正確的 你的意思是這樣子嗎 不是不是 只是列為參考嗎 各有他的專責啦 有可能不準嘛 經濟部有可能寫假報告 他們的行政調查我們完全尊重 尊重是指相信還是不相信 參考以後他到底有沒有刑事責任 這是檢察官的職責 那檢察官還會綜合各項的證據 不是只有唯一的 是是 所以我覺得 如果這樣子檢察官的偵查作為不完全 還在檢察莊中 好應該怎麼樣 因為連進一步都寫說沒有爆裂物造成評店 但是呢我們檢察官卻用這條176條 這是有爆裂物的喔 來造成這個跳電喔 他是用這176條 我們看到媒體報導 他是涉嫌 涉嫌對不對 他是有這個可疑性 沒錯是涉嫌有可能有有可能沒有 所以檢察官應該調查清楚 要調查更清楚一點 一定會調查清楚 比如說怎麼調查清楚 經濟部這個報告怎麼寫的嘛 表示經濟部寫報告人 有可能做假報告啊 你是不是應該向上偵查 這個他會綜合考量 我是跟你提醒啊 經濟部寫的報告是說沒有爆裂物喔 檢察官是用有爆裂物來偵查 那經濟部寫報告就有可能是欺騙我們社會大眾 欺騙我們國會議員 那這個是不是應該更查清楚 是不是在寫的過程中 中間有什麼我們不知道的原因 所以故意寫出這樣的報告 來欺騙或者來逃避可能的行責 我們也尊重他的專業報告 第二點來 檢察官他也會按照他的證據 我是提醒你嘛 要誤網誤重嘛 好 我也轉答啦 好 下一條 那個裡面又用了另外一條188條 叫做 妨害 你們辦了兩條嘛 第二條 一條是180 刑法118條 妨害鐵路 油物 電報 電信 什麼等等 公用的水 電 氣 煤氣 處理一下 那 這個過程要件 1808 過程要件是故意嘛 故意犯嘛 然後呢 這裡寫的是 我的問題是 台電有沒有故意造成跳電 你們的調查結果 因為你們用的是這一條 你們 我剛剛前面你看 媒體報導喔 你們是用妨害公共事業罪 那妨害公共事業罪呢 就是第188條 188條就是妨害這些公用 公用事業啦 然後 要故意為過程要件 所以你們用這一條嘛 表示財經員工應該是故意的 可能啦 涉嫌 我不要說應該 可能是故意的 沒錯嘛 那我再給你看一下 回頭再給你看一下經濟部的報告 經濟部的報告寫說 顯示人員專業訓練不足 未落實管制作為 對現場上可能出現風險落差 顯然非故意為之 經濟部的報告說 這些員工做這些事情不是故意的 可能就是操作過程不小心失當 可是有沒有行政問題這個另外一回事 但是經濟部的報告我們說不是故意的 你們檢察官用 一個故意的過程要件的刑法 來辦 來偵辦啦 所以 這個是不是跟剛剛那一點是一樣啦 你們偵辦的法條的過程要件 跟經濟部寫的報告就完全是兩件事情 所以我嚴重懷疑經濟部寫這報告也是假的 呃 現在一切還在偵察中啦 對 所以請你請 不要太早做斷言啦 對 我也不斷言 那我請法務部要誤網誤眾 怎麼誤網誤眾 既然這樣子這個報告大有問題 請你要找經濟部來問 寫這個報告 大有命案報告是經濟部長王美花 我想我們會把這個訊息轉給 沒有我是要請你誤網誤眾嘛 不要只抓幾個小兵來當代罪羔羊嘛 報告都在國會寫得這麼清楚了 呃沒有報 不是爆料造成停電 又不是故意為之 可是你們起訴 不是起訴對不起 偵察齁用涉嫌給他交保法條 就是這兩條 構成要件完全不一樣 所以 我們在懷疑說 在經濟部裡頭 高層裡頭是不是也有 政府所說的第五中隊 是不是 不是說不定人在上下交針 這個扯太遠了啦 蛤 我們現在還是一切都正常 這個是 蔡英文講的 你說扯太遠 這是總統說的 不是所謂扯太遠 就是說你現在行政調查歸行政調查嘛 那行政調查是一個市政的基礎嘛 是一個市政的基礎嘛 是一個市政的基礎嘛 所以是不是 你們 在政辦過程中 絕對不要只找小兵來問 說不定已經滲透到政府高層 到人道經濟部做這個 國會報告 多有可能是 做假報告 這就是所謂的扯太遠了嘛 為什麼 是不是假報告 你不會覺得偵辦這些 這些 各有各的直選 做錯事情的人 才是扯太遠嗎 怎麼不辦大人呢 我這邊提醒一下部長 扯太遠似乎不是一個 比較好的一個答詢的內容 我們用一些修飾好不好 沒關係沒關係 我的意思是說 你們怎麼不敢 如果要偵辦這個 老亂社會人心的這些 反社會的分子這些人 有可能在高層都有 你不能只看小者 那小兵能做什麼事情啊 對不對 你看連經濟部都可以 幫他們問過是非啊 是不是 問過是非聽得懂 文言文 就是說幫他們遮掩嘛 我現在講白話文言 因為我們那個 陳彥鵬說講文言有人可能 不過部長程度好像會聽得懂 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你們查的過程中 連經濟部這個部分 也要好好查一查 我覺得是有必要 因為他報告寫的 跟你們偵查方向 完全就是不一樣的 那中間一定有一個地方有錯 不知道是誰 有任何的懷疑檢察官都會 依法來調查清楚 跟您提醒 所以好 謝謝您的提醒 那個要特別注意了 尤其這個 涉及國安問題 總統都特別出來關心了 那在政辦過程中 不要只抓這個 這個 我個人是認為了 這些人真的是 可能在操作過程上是有疏失了 你說他要 我這是我的看法 那你們參考 你說他真的是 故意是什麼 反社會性的分子 然後來擾亂民心 故意去 弄爆裂物啊 故意去什麼 去什麼 弄爆裂物 故意去弄 讓台電跳電啊 讓這個整個 讓全 讓新亞電 讓全國大停電啊 我覺得這種故意 我是覺得沒有啦 在我的看法是沒有 不過檢察官看法 也不一定跟我一樣 因為蔡總統看法也不一定跟我一樣 他覺得可能有國安 那如果蔡總統這樣的高度 覺得可能有國安危機的話 那我覺得連經濟部這個部位也要徹查 因為他的報告寫的就是 就是沒有人故意 然後寫的就是沒有爆裂物 那可能寫報告的人 到準報告的人 到立法院來報告的人 都應該要好好查一查 這個是很重要的 這可能是國安危機 該查的檢察官都會查 請這個 請這個 誤網誤重啊 好 部長來 啊 時間到了 我可以再問一題嗎 彈性延長一些些好不好 請盡快 我記得要問一題 那個 我們金門 金門委員在 金門的這個 那個部長 這幾年來 這個有關民生 這個詐騙的這個刑案 非常非常多 我本期接到非常非常多的陳情案 你看我們金門地區 我們金門這個 排名第一的這個刑事案件是詐騙案 你看這個表裡頭 百分之四十幾 全部都是被詐騙的 就是 44%吧 反正比例非常高 我們地區的民眾很多人被詐騙 那 我想 這個掃蕩這個 你們的業務報告裡頭有提到 掃蕩詐騙集團是你們很重要這個工作 那我想不只是金門 全台灣地區 整個就是被詐騙的這個 太陽也很多 然後反映的民眾也很多 你看喔 針對這個電話詐欽 已經有收案八萬五千多件 起訴三萬多件 判決有罪的定罪率93% 那其實那其他的五萬多件 這個如何找回爭議 我想這個部分請這個 大概部長簡單回答一下 詐騙的形態有很多種 對 也有可能是一些民事的糾紛 但是他用詐欺來提出告訴 所以 雖然收案那麼多 我們要分別它是 到底是什麼樣的形態 如果真正是 詐騙集團 那詐取這個 這個財務的話 當然一定要依法起訴 是 我希望 我們法務部這邊 在針對這個詐騙部分 特別加強的這個 一定會 因為這個已經是傷害到 很多民眾 影響太多了 影響太為廣泛了 而且對我們整個國家 對外的這個生意 真的非常不好 整個詐騙集團 這麼多 那民眾常常接到 尤其 假借什麼檢察官啊 假借什麼 這些名義的 檢警的這種名義有很多 所以這邊 請這個 法務部這邊要加強的這個 不管是宣導 或者是這個查契 或者是這個 在相關的這個方面 然後速度要快 這樣可以嗎 好 我們一定會盡力 對 好 謝謝 好 謝謝陳委員質詢 我們等一下 我們是不是現在